开车被女孩子骑电动车撞是什么体验 被撞后还被认出身份是什么感觉 一个女孩子故意撞你 又是什么感受 眼前的史强就被撞了 但是被刑警队停止的史强 却被眼前的女孩认出了身份 车主叫做沐昕 是一个媒体人 他也在调查科学家自杀的事情 认出史强后希望和他合作 虽然沐昕向的画廊 但是史强说他碰瓷没有理会太多 并且发现了木星藏在包里的录音笔 撞车这种事原来都是木星设计的 史强关掉了他随身携带的录音笔就离开了 汪淼去了观测基地 见到了叶文杰的学生沙瑞珊 沙瑞珊一见面就埋怨现代社会的信号 对基地干扰严重 并详细询问了汪淼来基地所要了解的事项 宇宙背景辐射波动 而申玉飞所说的整个宇宙将为你闪烁 沙瑞珊认为这就像玩笑 比较汪淼所说的就像整个宇宙像个电灯泡一样 忽闪忽闪 就算世界末日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跨行如隔山 尤其对于基础物理学 汪淼也明白了这种假设几乎不存在 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已经够匪夷所思了 所以他要验证申玉飞的话 汪淼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越来越近 沙瑞珊不由南南道 让他相信宇宙像灯泡一样闪烁 不如让他相信有外星人 凌晨一点整 汪淼死死盯住屏幕 这一刻 绿色波动变成了红色 汪淼眼神睁大不敢置信 沙瑞珊根本不信 只说可能是机器故障 直到他发现另外两台也是如此 沙瑞珊不愿相信 他彻底疯狂起来 不由得自己喃喃自语 但他不得不信 现在 整个可观测宇宙 都在这个微波频率上闪烁 沙瑞珊已经蒙了 直到汪淼大吼 他把那些红色曲线打印出 他才反应过来 这个是摩斯密码 而沙瑞珊整个人已经蒙了 汪淼破解出的密码是 1108个小时 他不由回想起 神域飞的话语 整个宇宙都将为你闪烁 57分钟过去 宇宙还闪烁 汪淼不愿意相信 他问沙瑞珊是不是两颗卫星和三个观测站全部坏了 沙瑞珊告诉他证实是不是坏了 可以用肉眼看到 可以用3K眼镜看到这一切 汪淼激动地站了起来 沙瑞珊想知道一切是为什么 这是作为科学家的基本素养 好奇心 汪淼告诉他宇宙闪烁在凌晨5点就会结束 他不必深究 汪淼一路飙车去了天文馆 拿到了沙瑞珊联系天文馆拿到的3K眼镜 汪淼缓缓带